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艘超光速飞船 其夸张的速度 可以在一秒内绕地球十圈 飞行员凯恩在做完一切检查后 便毅然决然地按下按钮 仅用13秒 就到达了火星轨道 然而谁也没想到 这次跨时代的时空旅行 竟差点给地球带来毁灭的灾难 此时 飞行员凯恩根据地球的命令 向火星表面发射了一枚量子卫星 这可以让地球实现实时监控 可就在完成这一任务后 准备返回地球时 飞船的引擎似乎出现了问题 无论男人怎么操作 发动机始终都点不着火 指挥中心也发现了问题 他们立马给飞船检查故障 可突然 飞船竟在一瞬间启动 紧接着便消失在了太空 地球也彻底和他断了联系 画面一转 飞船已经不受控制 正在以十倍的光速穿越时空 而这种高强度的压力 已经快要把男人撕碎 他痛苦地发出喊叫 在一阵闪烁之后 飞船从虫洞穿越而出 来到了宇宙的最深之处 而更恐怖的是 一个巨大的发光圆环 此时正在照射着渺小的飞船 难道这就是宇宙的高等文明吗 想到这是第一次的地外接触 飞行员的心理 不免有些恐惧和紧张 而就在这时 飞船的玻璃也在逐渐破裂 他彻底绝望 看着轻语的照片 飞行员做着最后的告别 此时 他极度后悔参加这次任务 想到几天之前 自己还在信誓旦旦地承诺妻子 一定会安全回到地球 可现在却再也回不去了 就在男人痛苦流涕的时候 两架发光的外星飞船 也正在向着地球号慢慢靠近 经过一阵扫描后 飞行员的身体进化为虚异 紧接着 他就消失在了太空之中 此时 地球上的指挥中心 还在不断地向飞船发出信号 而飞行员的妻子 也是无助地看着天空 但飞船已经24小时断了联系 所有人都不再抱有希望 可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检测到 在地球的轨道上 净凭空出现了一个未知天体 接着就看到两架水晶飞船 以十倍的光速 向地球快速袭来 一瞬间 飞行员的家里便传来响动 妻子急忙跑了出去 只见飞船已经来到院子中间 然后以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技术 将男人的身体打印了出来 几乎是一秒 飞船便消失不见 男人也立马恢复了意识 大难不死的他 急忙走到了妻子身旁 和妻儿紧紧地抱在一起 谁也不知道 在他消失的24小时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这一次的神奇经历 会不会是外星人 对地球的一次警告呢